一想到去机场的车程就觉得烦躁 还有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误点 可不想续一点 直接跳上吹直起架的两座全电动引擎 吹直起飞机 近日 德国初创公司Linion 开发出一款私人百合号的吹直飞机 这家公司成立于2015年 由于起来自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的工程师和博士生 共同创办 几款私人飞机才用电力驱动吹直起架 配备可双方起落架 双人座椅 OE门 更便捷 更舒适 更环保 百合号结合了直升机的垂直起飞能力 和固定翼飞机的巡航能力 预向直升机预养起飞和降落 配备由320千瓦克充电电池供电的寒道时风闪发动机 更别其他垂直起架的飞行器安静得多 便能旋转发动机方向 从垂直起架切换至前飞车态 基金 百合号的飞机高度能够达到三千里 单次充电最多可行是500公里 最高时速目标为400公里 百合号操作和导航 通过计算机辅入控制系统来安成 而且该飞行器正为相解性质的直舰飞行而设计 在欧洲应属于情形运动飞机类别 你只是考取运动飞行人执照 并经过至少20小时的飞行区域 就可以驾驶 一开始 百合号将只被允许在直升机场起降 工具中的目标是把垂直起降地面 扩展到任何品牌超酷的地面 只要大于15米间房即可 比如一个较大的公园 目前在公司宣布 既已经完成价值9000万美元的B轮融资 可远超过之前1000万美元的A轮融资 此轮融资由他去年头 其他职丰包括LGP Atomic和Aurus Virtus 想必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真的能打黑力